91岁的画家沈国仁在屏东美术馆举办展览 透过镜头带您来欣赏 屏东艺术家沈国仁从事绘画创作超过半个世纪 今年91岁的沈老师仍持续创作中 擅长写生和描绘乡土风情 这次在屏东美术馆展出乡野艺序各展 展出他50多年来的创作精华 大家说乡村常常去乡村去创作 发出很多台湾的境界 这都很感动的地方 所以当时一后开始描组的时候 就对这个地方特别有兴趣 就去那些都要走到高华去描组 这从那开始 开展茶会当天 许多长官和艺术家都出席参与 并准备大蛋糕为沈老师庆生 在他的教职岁月里 栽培了无数艺术家 其中魏彻就是沈国仁老师的得意学生之一 那么沈国仁老师呢 他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在文化大学就教我们的水彩 那么我记得呢 我们从前上课的时候在室外写生 那么沈老师呢 从后面过来就弯下身来呢 就把我的笔拿起来说 这个可以再大胆一点 有些小的地方呢 不需要太细的这种描绘 但是呢 你要懂得统一中 统一中要有变化 变化中要有统一 这句话就是他教我的 在我一生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岁月里呢 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的深 也启发了我对人生的 这个生活的态度 沈老师即便高龄九十一岁 仍耳聪慕名 他的养生之道 就是外出写生 并保持愉悦的心情 这是第一个围图 就是和主人接触 所以空气还好 有时候晒个太阳 那是真好的所在 有时候这就很鲜啊 我在外面的就是很快乐的 所以这就是 那旁月那出空气 那有那些 有那些很好的 一个环境的中间 那是真有感动的所在 这次展出的沈国仁老师各展 可以一次看到他 50多年来的创作历程 以鲜明的色调 记录着台湾景物 欢迎观众前往 屏东美术馆欣赏 法界新闻五庸曲 屏东采访报导